她是高丽美女,却成员朝皇后,登上后卫第一件事,除兵灭自己母国。 历史上有一些皇帝因为贪恋美色且贪图享受,最终误国误民,而提到让皇帝沉迷于美色的古代女子,想必很多人第一个会想到杨贵妃。 不少后人眼中杨贵妃有着误国之罪,因为她太过美丽,使得唐玄宗无心国事,最终导致安史之乱的发生,进而导致唐朝的灭亡。 但也有人认为唐朝最终的败落,唐玄宗才是主要人,杨贵妃虽美丽,但本人并没有错,错在唐玄宗不能够控制自己享乐的欲望。 所以对于杨贵妃误国一说,人们还是有着不同的意见的。 历史上有另一位女子,她被一致认为是导致元朝败落的罪魁祸首,她便是元朝元顺帝的第三位皇后妻皇后,她是外国美女,却成中国皇后,登上后卫第一件事,除兵灭自己母国。 因为她有灭自己母国的执念,进而影响了此后成为皇帝的她的儿子,做出了错误的决策,加快了元朝的败落。 大家好,这里是纵观史书,带大家了解不一样的历史。 在中国古代,男子女卑的观念深深根植于人们的思想中,女性们常常备受压迫。 然而,尽管如此,仍有一些勇敢的女性登上封建王朝的最高权力之位,成为国家的统治者,她们成为了历史上的传奇。 其中,武则天和吕智无疑是广为人知的典范,她们凭借非凡的才能和智慧,在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中,一军突起,成为杰出的女性领导者。 然而,同样聪明和有手腕的齐皇后却显为人知,她的故事很少被提及,偶尔被提及时,人们只知道她残酷地终结了自己的母国。 齐皇后出生在高丽的一个显赫的家族,从小就受到家族的精心照顾和良好教育,家族中的长辈寄予厚望,将她塑造成一个未来的皇后。 为了家族在高丽国内的荣誉和声望,齐皇后也同样怀揣这个宏大的梦想,她理解到身为齐家的千金。 她有义务和责任,成为高丽的皇后,也就是成为全国最尊贵的女性。 然而,人生的道路往往充满曲折,当元朝逐渐强大,成为亚洲的霸主,高丽无奈地降服于元朝,只为了国家的平安与人民的生存,齐皇后心中的皇后梦也因此崩溃,她的家族不得不做出艰难决定。 将她献给元朝的皇帝。 随着元朝的征服,高丽不得不献上财富、美人、绸缎等各种贡品,作为一个失去了战争的国家所需要付出的代价。 在强大的元朝军队面前,高丽无可奈何,只能遵从命令,从各大家族中挑选出最优秀的女子,将她们送入元朝的皇宫,成为元惠宗的贡品。 齐皇后为了保护家族的尊严,毅然决然地离开故乡,随着元朝军队进入了一个陌生而神秘的领地,她背负着家族的期许和责任,孤身一人背离了故土,面对陌生的语言和陌生的面孔。 齐皇后以惊人的适应能力快速融入元大都,并为未来制定了周密的计划。 齐皇后的童年接受的教育使她具备了顽强的毅力和高远的志向,当她进入皇宫,以其绝美的容颜被选为惠宗的侍女,是她生活的新起点。 然而,更让人惊艳的是她的聪明和机敏,这使她在短时间内获得了惠宗的宠爱,并被册封为皇庭。 在这个风云变幻的封建社会,作为一个孤独无助的女子,她所能依赖的只有自己的美貌和智慧,在皇宫的斗争中,她甚至必须紧紧地把握住皇帝的心,才能在宫廷的政治波澜中生存下来。 在古代自己的女儿,如果能被皇帝所宠幸,整个家族都会感到荣幸。 齐皇后的家庭同样如此,齐皇后得到元顺帝的宠爱并为元顺帝生下了第一个孩子之后,她远在高丽的族人凭借着元顺帝的影响力,在国内变得嚣张跋扈,甚至有时连高丽王都不再尊重。 之后,高丽王找寻了一个借口,将齐皇后的父兄全部杀死。 齐皇后虽然已经远嫁到元朝,但并没有和家人断绝关系,所以她的父兄被杀死之后,她心中充满了怨恨。 因此与高丽决裂,并且一直在说服元顺帝向高丽出兵。 元顺帝虽然很失宠她,但还没有到听之认知的程度,而且当时元朝确实并没有合适的理由向高丽出兵。 另外,打仗这种劳民伤财知识百姓一般也是不乐意的,因此齐皇后并没有说服元顺帝出兵高丽。 但齐皇后并没有放弃,而是将目标转到了长子爱游施李达瓦身上。 因为齐皇后的教唆,以及她对长子的宠爱,其长子没有拒绝她的请求,之后找了理由攻打高丽,但以元朝失败告终。 而这件事,也引起了朝中不少大臣对其母子两人的不满。 对此齐皇后决定联合太监嫖补花,将朝中对其母子两人不满的大臣铲除。 齐皇后说服起长子攻打高丽失败后,她仍然毫不死心,但因为上次失败,再次让长子出兵高丽比较困难,其中最大的障碍莫过于元顺帝。 因此之后齐皇后蒙发了政变的想法,想要逼元顺帝退位,让自己的儿子继承皇位。 为了完成这次政变,齐皇后找到了当时的丞相,但丞相想并没有同意她的做法,还想要将她告发,但不料齐皇后凭借着元顺帝对她的宠爱。 先行诬陷了丞相,之后丞相被处死。 当时不只是丞相这位有能力的大臣被无辜害死,朝中不少曾反对她的大臣都被齐皇后所打压,这也使得元朝的理政水平下降,间接促进了元朝的败落。 经过无数的挫折和奋斗,齐皇后的地位逐渐提升,然而这一切的背后却隐藏着无尽的阴谋与利益的纠葛,当现任皇后得知齐皇后的飞速崛起,她的心中满是愤怒与嫉妒。 她如何能够容忍一个外族的女子占据了皇帝的宠爱,齐皇后因此受到了皇后的报复,被重重地鞭打,承受了严酷的惩罚。 身处宫墙之中,齐皇后选择忍辱负重,卑躬屈膝地侍奉皇后,如同昔日的武则天一般,在无力为钱默默隐藏自己的锋芒,以此让皇后的警觉放松下来。 齐皇后伪装得温顺可人,以一种半猪吃虎的策略赢得了惠宗的怜爱,逐渐获得了她的宠爱,然而,就在一切顺着齐皇后所期待的方向发展时,突如其来的意外降临了。 在1335年,齐皇后迎来了她机缘的时刻,作为惠宗最宠爱的妃子,她终于看到了夺取皇后宝座的可能性。 当时的朝局十分混乱,原本的皇后失礼的兄弟带领叛军谋反,导致惠宗极为愤怒,处死了皇后,使整个后宫陷入权力真空之中。 惠宗迅速开始考虑,意识到齐皇后可能成为填补权力真空的最佳人选,然而,大臣们却对惠宗的提议表示强烈反对,尤其是丞相伯延。 伯延坚决主张其事是一族女子,声称她卑贱,认为她不配担任皇后的职位,惠宗孤身一人难以抵挡群臣的口诛比方,因此她不得不暂时搁置立皇后的计划。 然而,尽管齐皇后未能登上皇后宝座,但她凭借新皇后的支持,地位逐渐提升。 惠宗封她为第二皇后,并赐予她在兴圣宫居住的荣耀,对于齐皇后来说,这是一次巨大的进步,她离家族对她的期望只差了一步。 然而,没有人预料到,正是因为齐皇后得到了如此崇高的地位,她已经无法回头,在她生下第二个儿子后,齐皇后彻底巩固了自己在皇宫中的地位,成为备受宠爱的真正妃子。 这时,高丽遭受了长时间的干旱,庄稼无法丰收,齐皇后趁机鼓动汇宗大量镇景高丽,帮助他们渡过了难关。 正是由于她的援助,齐皇后的家族在高丽声名远扬,成为众人追捧的对象。 在这段历史中,齐皇后的光环日渐耀眼,而高丽王德却深感她所带来的巨大威胁,齐皇后的父兄自负荣誉,居然敢公然谋反,声称高丽王德不配担任国家元首。 高丽王听闻此事大怒,毫不犹豫地将齐皇后一家除以死刑,她深知齐皇后可能会迷惑惠宗,使其陷入困境。 果然,事实证明高丽王的担忧是有道理的,齐皇后展现出非凡的才智和权谋手段,令人赞叹不已,史书记载。 齐皇后曾密谋迫使惠宗退位,得到丞相的支持,让她的儿子直接登上皇位,自己则合法成为太后,从而掌握朝政,仿效吕制的做法。 然而,当时的丞相太平具备正直和坚定的品格,坚决拒绝了齐皇后的计划,因此,她成为齐皇后的仇敌, 她毫无理由地诬告丞相太平,导致她被流放,并在流放途中不幸身亡。 丞相太平一去世,朝廷在无人敢违背齐皇后的命令,元朝的天下,齐皇后一言九鼎,有时她的命令甚至可以越过皇帝,直接传达给下级官员,在皇权和权谋的交锋中。 齐皇后以其狡猾与精明,曲线达成了她的皇后梦,前任皇后因疾病在41岁时逝世, 齐皇后利用此空荡,瞒过了愚昧的惠宗,自立为皇后,她更以蒙古人的名字出现,公然得到了象征皇后身份的金印。 尽管她无法在高丽王朝里获得皇后的尊荣,但她却在元朝中一声辉,成为那个时代无可争议的皇后。 虽然她在皇权游戏中大放一彩,但她并未忘记对家族的深深怨恨,当她的大儿子步入成年,齐皇后马不停蹄地煽动她去攻击高丽,以此来为她的家族复仇。 然而,天之骄子在此事并未成功,元朝的大臣们及时拦住了这场可能带来无尽战火的冲突,并以过往的合约来对其进行制止,如果他们没有阻止,高丽可能会陷入无法收场的战争。 然而,好运并没有长久地眷顾她,齐皇后与她的儿子一系列的决策失误,直接导致了元朝的衰落,到了1368年,明军攻破了元大都,元朝对华夏大帝的统治也在此刻宣告结束,那个曾经灿烂的元朝在历史长河中消失了,只有使官们用笔墨记录下了这段扣人心弦的历史。